求職者用流利足語回應考官提問 高雄市原民會透過原住民 足語保姆講助計畫 徵選足語保姆人才 日前在高雄祈山社福中心 進行口說測驗 第一階段全足語口說測驗 第二階段要經過十二小時的 足語保姆研習課程 才成為正式合格的足語保姆 如果有機會可以成為足語保姆的話 那我平時在家裡跟小孩子 就可以多多練習 用母語對話 然後增加他對自身族群的認同 我用一般保姆的身份 來考這個東極是因為我 可以讓我有增加我的證 還有我的那個內在的這個證件 以後再找工作的時候 能夠更寬廣 原本會表示過去應徵足語保姆多為女性族人 但今年報名且符合資格人數共三十七位 男性應徵者就多達十一位 顯見族人越來越重視足語 紮根家庭的重要性 高雄市原本會強調足語保姆最主要是執行全足語托育 藉此建構最自然的足語學習環境 期望足語保姆計畫能落實足語學習家庭化 原習文文部高雄市採訪報導 應徵出來的 取消防運速試騎 馬組邊卻